这些人都看见那狗是害怕的 对 女士 不 我不是 对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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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事件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洛兰市 2023年7月2日中午 洛兰警局接到了一位市民的报警电话 对方称有几只没有牵绳的狗 正在居民区里到处乱跑 警员帕尔默随后赶到了现场 此时狗主人一家正在试图抓住这些狗 但他们显然没能成功 一只金毛犬在看到警员后立即飞奔了过来 似乎是想打个招呼 但他随后被警员驱赶 而另一只金毛也挣脱了主人 摇着尾巴跑向警员 然而警员却没有给这只狗机会 直接向他扣动了扳机 这让一旁的狗主人非常激动 立即跑过来质问警员 附近的居民在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走出房屋聚集了过来 他们似乎都认识这只狗 并认为他是友善且无害的 但警员显然不会这么想 他在事后的报告中称 这只狗向他发起了攻击 他是担心自己的安全 不得已才扣动了扳机 他在这一幕后 警员在回答主管的问题时 主动关闭了摄像头的声音 虽然这在该州不构成违法 但它显然是违反了相关政策 然而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少见 很多警员都会选择将摄像头静音 以便和上司讨论自己行为的合法性 在和主管交谈了一段时间后 警员决定先离开这里 以防止和情绪激动的居民进一步发生冲突 警员驾车离开了现场 他执法的影片随后被公开 这引起了网友激烈的讨论 有人认为警员开枪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大多数的网友则表达了愤怒 要求为这只名叫迪克西的狗伸张正义 当地的一些居民和狗主人 在事发的几天后聚集在了警局门口 要求立即辞退帕尔默警员 并呼吁以虐待宠物罪将他逮捕 根据该州的戈达德法案 故意伤害宠物的行为 属于五级重罪 最高可被判处一年的监禁 警方的发言人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帕尔默警员已被安排了行政休假接受调查 而狗主人一家也联系了律师 准备对洛兰市政府和警察局提起诉讼 对于本次事件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